早上好 欢迎回到8月22号的百格晨报 我是敏和 摊开今天早报一看 可以说是清一色都是在报道 首相敦马哈迪宣布取消三项工程计划 那就是东海岸铁路 沙巴天然气输送馆 以及马六甲石油产品输送馆 新报头版还刊出了关于东铁的三笔数字 包括五百五十亿令吉的工程费 估计净亏损额是达到了九十亿令吉 预付和交易进行中的款项也高达大约一百九十六亿令吉 对此 马华树里总会长魏佳祥认为 敦马此行访华的目的是不顺利的 敦马没有得到他想要的 反而显示出工程造价费用合理公道 也不利马中关系发展 针对敦马取消的三项计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任何国家之间的合作难免会出现问题 但是中马双方对此成果都表示满意 达成了四项共识 包括致力保持中马长期的友好关系 以及打造中马务实合作新格局等等 换个焦点 涉嫌恐吓周元首敦朱喀而遭到警方通缉的沙巴前首席部长穆莎阿曼 在离开大马九十四天之后 昨天傍晚终于回国 不过穆莎阿曼因为健康因素 无法前往移民局柜台办理入境手续 而移民局已经向警方和反贪会汇报了这件事 同时一张穆莎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也引起了关注 包括沙巴首席部长沙菲宜阿达对穆莎的病情存疑 沙菲宜认为不能单凭一张躺在病床的照片 就判断穆莎是否真的患病 沙菲宜也强调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 必须秉公办事 除了恐吓周元首的案件 穆莎还涉嫌用2000万令吉收买周议员 支持他成为周首长 而遭到反贪会调查 而穆莎也必须在9月11号之前 宣誓就职 否则他的周一席将会不保 再来看新闻网站日前就报道 荣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促请荣佛子民远离土团党 结果就引起荣佛苏丹的不满 陛下昨天在脸书发表声明 指有关的新闻是假新闻 并且怒斥一小撮在社交媒体上 特意散播跟陛下有关的假消息 其实有关的新闻是引述几个月前 荣佛苏丹的一场公开演说 无论如何 荣佛苏丹已经预令大马皇家警察部队 针对散播假新闻 或破坏陛下及王室成员名声的人士 采取严厉行动 而一切有关陛下或王室成员的声明 或者是新闻报道 只能由荣佛王室新闻室来发布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